你觉得自己的心理年龄是几岁呢 我感觉我心理年龄其实跟我本身差不了太多吧 估计就大个一两岁两三岁 那很多网友说你点少年老成 你觉得不同意吗 就是我自己本身感觉没有这么严重 可能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更多角度 所以从18岁以后有没有哪些时刻意识到自己固然成熟 18岁以后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了解 然后自己去做嘛 所以就是感觉更加有责任感一点 听说曾有小朋友这样很舒服 那一刻的心理状态感觉 当时的心理状况还是觉得挺诧异的 就突然就来了一句舒准 但是现在感觉20岁被照射的也很正常这样 作为联合博的环境属于青山大使 参加过很多环保活动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加能够清零 去到这些地方之后更加的对环境有一种保护意识 我们其实很少看见王宇凯说 事情是什么样的场景不让你发火 这个就基本上不会让大家看到 很多网友想说像王宇凯一样把弹琴和跳舞 这种爱好当作工作的感觉是一种什么体验 你自己觉得是一样的 呃其实如果能够把爱好当作工作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在你工作的时候 同时去做你喜欢制作的事情 你音频人生有种不容易的状况 你会如何进行自我睡一觉 我睡一觉就好了 这个是你的姐姐指导思路的一种 对对对 对对 我们的身体里面张尼美 对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些人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些人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些人